我第一次看到這個活動就覺得應該很有趣 我也對物理有興趣 我覺得可以在這裡面 學到一些很不一樣的東西 我在活動中遇到的是時間不足的問題 平日我們必須尋找一些零碎的時間 來討論 而且假日我們需要配合一些組員的時間來進行討論 在這個活動中我的收穫是了解更多物理現象背後的知識 以及自己去尋找原理 這是平常我們探索不到的 我的挑戰就是將一個複雜的物理知識 講解給完全不懂的人聽 在與同校同學或者是別校的同學進行 交流後我們發現自己影片的不足 或者是缺點 而我們改進之後 他們變得更完美 雖然此次花費了很多的時間和精力 不過我覺得這些都是值得的 因為讓我學到了很多物理知識 還有口語的表達 首先我要講第一個問題是 為什麼會參加這個活動 我會參加這個活動其實是因為老實說 參加這個活動會 就是對二類未來的升學有幫助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我們在做這個活動的時候 遇到的困難還有怎麼解決 我們遇到第一個困難就是 CD片的魔很難去掉 而且去了很久還是去不了 然後後來我們才發現好像 就是每一個CD片的樣 就是它的魔啊 有一些是不一樣的 所以後來我們就把它換掉 換成那種可以去 而且很好去的 然後我們知道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們在錄講解影片的時候 非常不流暢 而且會卡卡的 然後後來我們想說就用 先錄手寫版 然後後來再 後期再配音這樣 然後第三個問題是 就是我們在做這個活動的時候 遇到的有趣的事情 我覺得最有趣的應該就是 剛才講的CD片也很久 但是就是怎樣也去不掉 然後後來我們搞了很久 搞到全班都知道我們在去那個魔 因為我們去那個用交代很大聲 然後第四個問題是 我們做這個活動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就是我們會對 就是自己原本在課本上看過的 很多的原理跟效果 我們都實際操作過 也對這些原理都比較熟悉 然後第五個是 這樣的學習方式 跟我們平常上課有什麼差別 我覺得這樣的學習方式 更多的是 讓自己去探索去了解 而不是像我們平常上課那樣 被動的接受訊息 然後第六個是 老師幫我們檢驗的時候 我的心得 我們剛開始會很怕老師會聽不懂 因為畢竟這不是老師的專業 但後來老師就很意外的聽得很懂 讓我們就是檢驗的時候也很順利 然後第七個是 別校的同學幫我們檢驗的時候 我的心得是什麼 我們發現別校的同學超厲害 他們錄的影片都非常好 然後講解的也很好 然後讓我們就覺得說自己好像做得蠻費的 所以後來我們就趕快又再把原理影片再錄一遍 然後最後一個是 做這個活動占用了很多的時間 那這樣值嗎 其實我覺得還算是值得吧 因為至少對 至少做這個活動對物理會更加的熟悉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活語表的能力真的會變得比較好 就是比較知道自己要講什麼 然後該怎麼講 這樣 當初看到這個活動的時候我就覺得說 可以參加這個活動應該就是可以學到很多新的物理知識 但是這個活動對我來說最大的收穫就是 能夠增加自己的物理知識以及和同學培養出更多的感情 那我覺得活動中最大的挑戰就是 要在每個禮拜把那個禮拜的活動的任務把它做完 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因為我們我們小組是有四個人的 我們常常不知道如何去配合對方的時間 這是一個問題 這個我認為參加這個物理演示的活動學習的方式 跟課堂上的差別在於說 我們在課堂上我們是單一被動的接受知識 然而物理演示就是我們要去選擇自己喜歡的主題 然後去深入的了解它 然後再把它 再把它講解給 一些不知道這個知識的人聽 這是可以讓我們 自己主動增加這個 自己更加了解 而不是別人消化之後傳給我們的 我們可以自己去消化這個物理知識 參加完這個活動之後 然後我對物理也改變了很多的想法 因為當參加這個活動之前 我只是認為物理 物理只是一個 套公式進去然後去計算的可母而已 但是當我實際去接觸這個活動之後 我就發現其實物理裡面有很多奧妙存在 像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所有東西都需要用到物理 像是那個太空船啊 然後摩天輪那些東西通通都離不開物理 所以這個活動也讓我更加接觸到了物理的本質 然後我們 我覺得我對實驗有更多的了解 因為平常我們在做實驗的時候 我們都是會經過老師們 他們的 教導再去做的 那有時候我們就不會那麼嚴謹 因為老師他們都會提醒我們 但是這次實驗是我們自己要去做的 我們要把所有的實驗的 控制變音 操作變音 音電變音全部都搞清楚 這樣才不會導致實驗出現錯誤 那這就代表說 我們實驗過程是要非常嚴謹的 我們不能有任何的錯誤出現 這個活動佔了我非常多時間 我們一路從三月份到六月份 那總共大概三個月的時間 我們每天 我們每天的生活幾乎離不開這項活動 但是我覺得最後產出來的成果是很好的 因為我們更加了解到物理的知識 以及把這個知識推廣給更多的人知道 明天會繼續推薦給學弟妹參加嗎 我覺得是會的 因為 因為 參加這項活動不只可以加深自己的物理知識 也可以增加自己的口才能力 然後還有你的影片剪輯能力 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 有沒有剪影片的話 就會代表說你多了一項技能 這一組呢 他們所進行的是 手機的物理實驗 那他們的手機的Five Fox 的手機偏正光實驗 還有RGB原理的慢動作實驗呢 都讓我實在是印象深刻 其中呢 身為導師的我呢 還要去幫他們 做好這個掛咖啡的沖泡 那不管是把牛奶滴進咖啡裡 或咖啡滴進牛奶裡 或者是把粉筆呢 丟進 丟進咖啡裡 都讓人家感覺到印象深刻 那第二組這四位同學呢 使用到的兩個遊戲是 Apex Legends還有 Attack on Titan 巨人的獵手的兩個遊戲 在進行斜向抛射運動 那他們在整個過程呢 身為導師的我還以為他們只是在借機找機會打電動玩遊戲而已 沒想到呢 在今天我看到的結果之後 可以看到很精彩的斜向抛射運動 或者是等速圓周運動與向性力的解說 真的是也是讓我覺得感覺非常驚喜 那同一組同學呢 還有使用到的是 還有做另外一個實驗是APP 學習數學和物理 那使用到的APP 有Siri Google Assistant Google Lens Micro Math 跟Photo Math 等五個APP 來推敲APP 如何協助學習數學和物理 那這樣子的一個實驗呢 讓我們也可以知道說 其實有很多的工具 都可以來幫助同學做不同學科的學習 第三組 這三位同學所做的實驗是 手機光譜儀的實驗 透過透鏡成像 還有呢 Light Ignite App 在做這個手機光譜等的實驗 那以上的三組同學呢 他們的物理演示成果 都真的是稱呼我的想像 那也跟生活息息相關 讓任教國文科的我呢 好像也可以跟物理學 物理實驗呢 沾上一點點的關係 並且能夠呢 好像有一點點的了解 所以非常開心 這學期同學們能夠在物理科 有這樣子課本以外的學習 那他們的實驗精神 也都是讓我們感到非常的欣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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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